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信奉小城佛教的 因为长期的影响 佛教和缅甸的文化已经深深地集合在了一起 全部的精华都凝聚在缅甸的这座卧佛上面 人们对它的尊崇 让它似乎幻化成了人生 整座卧佛似真人一般 眼睛和鼻子都像真的一样 这座卧佛就叫做达蒙卧佛 位于缅甸南部地区 这座巨型卧佛的重量为390多吨 长度高达180米 高34米 极为震撼 当时一位高僧为了在缅甸境内弘扬佛教 于是花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去修建这座大佛 这么多年过去 虽然当初修建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所留下来的信仰 让每一个缅甸人都无比信奉 并且在缅甸一直传承 虽同样信奉佛教 但是缅甸的卧佛和中国的大佛相貌却完全不同 在我们中国的寺庙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佛大多都是金光闪闪的十分吸引人 而且中国的佛一般都是带着笑颜的 佛祖眼睛大都眯成了一条缝 十分具有亲和力 但是达罗沃佛却不同 他身上披着红色的袈裟 安详地躺在供奉台上 却是睁着眼睛的 那一双性眼非常逼真 睫毛根根分明 无比生动传神 特别是鼻子 非常有立体感 最有意思的是 他嘴上洋溢着笑容 有的游客看到这座卧佛 觉得非常和蔼可亲 有的人却觉得甚得慌 毕竟睁着眼睛 躺着的卧佛 这个时间少有 如今的卧佛已经和山峰融为一体 人们已经分不清 它到底是一座佛 还是一座山了 这么逼真的佛像 你想不想去观赏一番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